节目的开始 我们首先来关注 昨天发射成功的 神舟十三号的消息 昨天早上 当我们从睡梦中睁开眼睛 宇宙舱群再一次迎来了 中国人的访问 在距离地面 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 航天员 翟志刚 王亚平 叶光复 顺利入驻天河核心舱 开启太空出差生活 中国空间站也迎来了 有人长期驻留的时代 神舟十三号号 共和你进入 我们中国的太空家园 天河一号核心舱 后续我们一定团结协作 精心操作 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努力探索浩瀚宇宙 感谢大家为神舟十三寸族的支持 和关爱 我们一定辜负厚望 经常和人民放心 北京明白 你们辛苦了 预祝载轨半年 工作一切顺利 太空出差六个月 三名航天员要开展哪些工作呢 首先要进行的是核心舱的相关设置 使核心舱从无人状态 转换到航天员进驻状态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 就是三名航天员进入空间站后 对睡眠区进行检查 工作状态轻松自如 第二步进行相关物资转运 设备安装等 在此后的六个月里 航天员程组还将继续开展 出舱 机械臂 舱位转换 手动对接试验 以及返回等一系列任务 以完成中国空间站建设的 关键技术验证阶段 来听三名航天员的介绍 和神舟12号任务相同 神舟13号载轨驻流期间 航天员将在机械臂支持下 相互配合 开展空间站 舱外有关设备组装等作业 目前是规划了两到三次 具体最终由总体去进行规划 这些任务相对都是我们 需要三个人共同去完成 每一次出舱 需要完成的任务都不一样 这就是出舱活动 在现在空间站搭建工程中的 具体的一些应用了 我们天上进行的科学实验 研究的项目比12更多了 因为我们飞行的时间更长了 载轨飞行期间 神舟13号航天员程组 除了将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 和技术实验以外 还将择机进行载轨摇操作 交汇对接任务 所谓的摇操作呢 就是我们在空间站 遥控一个航天器 与空间站进行对接 在我们神舟13任务中 就有这么一项特殊的任务 除了任务啊 任务要做实验 我们也希望多做一些 比如说航天科普教育啊 让大家了解我们太空 我们的太空生活 也感受一下太空这种 神奇美妙的这种感觉 我们也希望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我们了解到本次神舟13号载人飞船 采用了镜像交汇对接的方式 这也是我们国家空间站任务 第一次镜像交汇对接 那么什么是镜像交汇对接 它与此前进行的水平交汇对接 又有哪些区别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镜像交汇对接 要求飞船和核心舱乘90度角 从核心舱的下方接近 这个时候飞船和核心舱 在轨道高度上就有偏差 难点其实主要还是在于控制 因为在前向或者后向对接的时候 飞船和空间站是在同样轨道高度上 在镜像交汇对接的时候 我的飞船它要竖起来 我的控制模式肯定跟水平飞行 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就是我的测控天线的指向 跟水平飞行也不太一样了 由于轨道高度的偏差 不同高度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需要在镜像对接的过程中 不仅要控制速度 还要控制方向 而整个对接过程又是高动态运行 这就要求神舟13号要不断调整姿态 控制系统要实时感知 核心舱的位置 并且实时进行控制 将航天员送上空间站后 神舟飞船将留在镜像对接口 时刻待命 在停靠期间 应该说飞船 大部分设备都已经断电了 但是一些平台的设备 还都是将电处于工作状态 在这个期间呢 虽然航天员是日常的工作生活 都在空间站里面 但是神舟飞船 作为保证航天安全的最后的手段 我是时时刻刻具备 在应急情况下 保证航天安全撤离 或者返回地面的状态 这一次为期半年的太空出差 航天员们都带了哪些行李呢 想必大家和我一样 都是非常好奇的 接下来就一起了解一下吧 因为这次的空间站任务 首次派出了女航天员 所以从生活用品配备 到工作设备设施 都进行了专门的设计 比如根据女航天员 身材特制的飞船座椅 可以让它无论飞天 还是返回都比较舒适 女航天员的舱内航天服 也进行了定制 因为女性的手比较纤细 此次任务专门做了 适合女性的手套 无论是工作还是处理其他问题 都会比较方便 另外天周三号还为女航天员 送去了少量无毒化妆品等日用品 并配备了巧克力 甜点和补血用品 除此之外 航天员们还带了哪些私人物品呢 带了笔墨厌纸到天上 条件允许还可以写写毛笔字 平时自己对这方面 也有一定的乐趣 家人也可能也带了一些 可能我还不知道的一些 小神秘物件 我自己也考虑带了一些 小的乐器 在太空利用闲暇之鱼 学习一下乐器 去放松一下心情 我们这次跟大家一起迎新年 过初夕 还有三八妇女节 还有我们的冬奥会 我相信大家可能将来 给大家展示的时候 我会感觉到很惊喜 很惊喜的这种感觉 而且我也给他俩带了东西 我也没跟他俩说 到时候等新年的时候 给他俩惊喜 每次发射任务 指控大厅内零号指挥员 清晰的倒计时口令 都会让人印象深刻 在他们的倒数中 火箭在震耳欲聋的轰鸣中 冲上云霄 他们的指令毫秒不差地 传递给不同系统的各个岗位 可以说通信保障 发挥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在古时候 我们就有狼烟为令 飞鸽传输的独特形式 那么在信息技术 飞速发展的今天 处在科技水平顶端的 航天任务中 通信工作该如何做 背后又有哪些 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接下来就跟随记者王鑫 一起走进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通信站 这里呢就是通信站的大楼了 对内这里可以保障 各个系统之间的通信 对外可以与北京西安等 测控中心进行联系 可以说这里是全发射厂的 通信枢纽了 为了确保神舟13号发射任务 各系统连接通畅 通信站的工作人员 已经在岗位上奋斗了 无数的日夜 始终保持24小时待命状态 大家在国庆期间都没有休息 我们有一个同志呢 从他怀孕到现在 一直是我们的任务的准备期 和关键公关期 他从来没有给我们要求 说想休息一天 或者说是想停一停 我觉得我是一名党员嘛 然后有一份党员的责任感在这 我希望亲眼见证任务发射 在通信站大楼后 还有一个新建的训练中心 以前因通信岗位的特殊性 新手很难得到实操练习 现在新来的工作人员 在这里就能完成适应训练 尽快走向工作岗位 航天发射的次数 最近几年日益的提高 另一方面随着我们国家 整个通信事业的发展 我们引进了很多新的技术 使用了很多新的设备 需要掌握一些新的知识 和新的技能 训练中心的建设 很好的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缩短了我们人员培养的周期 提升了解决复杂疑难问题的效率 在神舟13号任务中 完成多个技术验证 有四个首次 首次与三舱组合体 自主快速静向交回对接 首次长期载轨停靠六个月 首次实现四个载人航天器 形成组合体长期载轨飞行 首次具备天合结合 多重保证的应急救援能力 这四个首次也打造了 天地往返新传奇 神剑冲碧雨 天合傲仓穷 1992年 五国战人航天制定了 三步走的发展战 从舱内实验到太空行走 从一人一天到多人长期驻留 中国战人航天一步一个脚印的 向着29年前制定的目标 稳步前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